光复乡公所108年开始在县政府还有立委郑天才的支持协助下 顺利争取到花东基金3000多万元 要推动马佛与乡草场部落的聚会所新建计划 虽然迹经波折不过乡公所一一克服难关 终于在7月30号顺利举行动土 县长徐正卫也专程到场参与并且表示 未来县政府会朝一部落一聚会所的目标来迈进 不论是香草场还是马佛聚会所预定地 动土典礼现场立委郑天才拉开发电机 接着与会的部落头目 长官贵宾也轮流操作钻孔机 大家开心参加动土仪式 一片喜气洋洋 从108年起光不乡公所在县政府 以及立委郑天才的协助下 争取获得圆明会支持补助兴建马佛及香草场 两个部落的部落聚会所 好不容易克服用地问题 不料却碰上包商设计师落跑 接着又碰上了疫情搅局 谁的披肩计划是一波三折 今天终于如愿动土 不仅部落族人想掌灵清水 更是万分感谢 可以来完成了 真的今天感谢那么多长官贵宾 我们地方的亲民好友 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到齐了 以我们的工程可以完成 从中出力不少 居中穿针引线的立委郑天才 也全程参加两个部落聚会所的动土典礼 恭贺也向部落族人说明 习委员还有我 就跟这个国发会 争取花松基金 不能因为严民会已经变类了 就不能用花松基金的经费 应该可以用 要谢谢我们副昆齐县长 在这个105年这个期间 跟我们的乡镇志工所来协调 然后提报了这个四年的计划 送到行政院 然后我们跟徐委员这边 就促成了核定了这个 两亿多的一个四年的一个计划 这是这个部落聚会所 也就是这个两亿多的计划的始终是一 行程满党的县长 雪正威一早8点55分准时到场 和部落族人问安的同时表示 未来县政府也将会积极努力 超向一部落一聚会所的建设目标来迈进 聚会所每一年的所有的重大节气 都在聚会所 而聚会所也是我们代代相传 我们自己很多的文化结婚 都会在我们原来聚会所的场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对我们族人来说 是一个精神 而且是一个凝聚的地点 更是一个基础 所以在这几年 我们都希望赶快一部落一聚会所 让我们大家有一个 大家一起团圆的地方 花林县从106年起争取获得 华同基金将近1.3亿多元 协助县内四个部落 辟建部落聚会所 而其中光复乡马佛与香草厂部落聚会所 总工程经费3000多万元 今天顺利动工辟建 乡长林七水表示 若没有问题 今年年底就可以提供给部落使用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